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浮らわせよ 恋する孝順孤季 未来が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hey, hey こんにちは, Shulinです 我们接着来看第八课的语法语表达 第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语法 何々だけで だけ呢,我们并不陌生 是表示紧紧,指 那么で呢,我们在这里 可以把它理解成哪个意思呢 で,这个著词有那么多的意思 那我们通过一个例句来看一下 ちょっと見ただけで 本物だと分かります 后面是 明白了是真或 真的东西 前面是看了一下 和ちょっと 紧紧看了一眼 就知道是真的东西了 所以で可以理解为通过前面 紧紧的这么一点点量 就可以实现后想 所以 だけで 我们来进一步的讲解一下 首先接续 那么也就是だけ的接续了 だけ 动词的简体 那么形一的话呢 是直接接 形二又那来接 名词是直接接的 这个名词直接接だけ 是我们初级的内容 那么接だけで で刚才说了 可以把它理解为通过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 只要前向这么一下 就怎么怎么样 或者光前向这么一下 就怎么怎么样 就仅仅凭借前向 啊 仅仅通过前向 就可以实现后向 满足后向 这个表达意思 那么大概还是 以前学的限定 嗯 紧紧 那下来我们看一下例子 第一个 自信は経験した人の話を 聞くだけで怖い 所以地震呀 就仅仅是靠 听那些经历过的人说 就觉得很害怕 就是说 这个害怕呢 仅仅是这一点就够了 根本都不需要 自己亲身经历 啊 仅仅听他们说 就觉得很恐怖了 はい 次 明日からまた仕事だと思うと 考えるだけで 嫌になる 就一想到明天开始 又要工作了 光想 就光考虑一下 那个工作 仅仅凭借前向这个 我就烦了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体会 是不是啊 仅凭想一下 光考虑一下 就烦了 はい 我们再看 この薬だけで病気は治ります 就不需要太多的药啊 什么手术啊 仅凭这种药 那仅仅靠这种药 病就可以治好 那病就能痊愈 所以这里呢 是 だけで 它什么用法 再强调一遍 だけ首先限定很少 那就是说 仅仅通过前向这样 少量的量 少量的东西 就足以做后向 就足以满足后向 那这是咱们课文里面的 だけ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补充 だけ相关的活用 首先 我们来看 补充第一种 何々だけ 只用だけ 或者是だけの 我们现在讲的是活用 所以只用だけ的时候呢 也跟咱们初级 仅仅只用だけ 修饰前面的名词 限定前面的名词 有一点点不同 だけ或者是だけの 那么大家注意这里的接续 大部分情况下 前面接的是动词的可能态 可能态 那如果是可能态的话 这里的だけ怎么翻译呢 它的意思为 足以 怎么怎么样的 足以满足前向的 什么什么 加上の 足以满足前向的 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 近前向最大的可能 怎么怎么样 这两种 注意 有の 修饰名词的 足以满足前向的 什么什么 只有だけ的 是进前向的 最大可能 最大限度 而怎么怎么样 这是活用的だけ だけの 这样的用法 我们看一下 あの女優は たった一年で 一生暮らせるだけの お金を もうけたそうだ 这里面 要注意よ 暮らせる 是 クラス的 可能态 那这里 だけの お金 足以 过一生的 钱 足以满足前向的 量 好像是 お金 那我们说 那听说呀 那个女演员 仅仅凭一年时间 就赚够了 足以 度过一生的 钱 だけの 続いて がんばれるだけ がんばってみます 前面 可能 太 只用だけ 那我们刚才说 这种情况下是 进前向最大的 可能来做 在这个表达上 だけ往往前后 是一个动词 那么怎么说呢 进你能努力的 去努力 试试看 是不是啊 进最大的 努力 去 加油 进前向 能努力的 最大的 努力 去 试试看 次 そこのりんご もてるだけ もっていってもいいよ もてる 持つ的可能体 前后 一般为 同一动词 这叫什么呀 就是你 能拿得了的 你都拿走 都可以 書いてあるよ 突然发现说 咱们现在要去的 那个博物馆呀 这个 指南上 说的是 写的是 如果没有 一周之前 预约的话 是进不去的 不能进去 然后 B そうなの 困ったな 这样啊 那怎么办呀 这可麻烦了 那下来 A说了一个什么呀 印着头皮上 呗 我们看底下 底下有 单独一个 だけ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いく 下面有一个 いて 那 属于我们刚才 だけ的第二种用法的 前后向为 同一个动词的 进前向最大的可能 坐后向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前面可以填 行くだけ いて 就我们能去就去吧 就我们尽量去 可以这样表达啊 我们尽量去 然后去了 试着干嘛呢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可以判断出来 我们 二和一已经 填好了 后面这里 見ようか 肯定是接体型 是不是 尝试做模式 所以 交叉 试着 试着 交涉 交涉 交涉的内容 是什么呢 能让我们进去吗 我们交涉说 可不可以 让我们进去呀 那如果大家非常熟知 这个だけ的用法的话 这个题做的是很快的 所以 顺序为 二一四三 行くだけ 行って 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か 交渉してみようか 咱们尽量去呗 然后 跟他们交涉交涉 看看能不能放我们进去 这道真题 这是我们补充的第一个 だけ だけのだ 我们继续来补充 だけ的活用 第二个 仍然是单独用だけ 不过也是 接续不同 意思不同 我们看 这个时候 他接续的时候 是タイ 大家还记得タイ吧 是表示愿望的 想要做模式 想要做模式 だけ的话 前面也跟刚才有点像 就是尽最大的可能 这个可以说尽你最想的 尽你最想干嘛的 那我们 比如说经常说 尽情的 对不对 尽情的 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呢 前后呢 也常常是同一动词 我们来看例句 遠慮しないで 食べたいだけ 食べなさい 直语啊 既你想吃的 吃吧 那就你尽情的 吃吧 别客气 尽情的 吃 前后同一动词 前面是タイ 食べたいだけ 食べなさい 続いて 遊びたいだけ 遊んでいいよ 你可以尽情的 玩 对吧 既你想玩的 玩吧 可以玩 你可以尽情的 玩 这是だけ的 第二个补充 我们先来接着看 だけ的活用 补充 だけだ だけだ 主要是放在句子的 末尾结句的 也是既然讲活用了 就不单单是 限定 数量少 这么简单了 那么 だけだ 我们也可以 用第二种用法 だけですの 来说 だけですの 那其实这种呢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だけで 跟咱们刚刚讲的 这个第一个是一样的 仅凭前向 少量的量 然后 私母大家还记得 这个动词的意思吗 解决 完成的意思 那 仅凭前向 就 结束了 那说明前向 用来说明前向的量 不多 影响 不大 意义不深 那 だけだ 也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竟然是 相等的意思 表示的就是说 前向的这个意义 并没有多深远 影响并没有多大 是 比较抽象意的用法 我们可以意为 仅仅是怎么怎么样 而已 或者不过是 怎么怎么样而已 だけですの 的话 有的时候还强调一种 就是 哎呀 原来仅靠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搞定 这个意思也行 就是 绝对不用太大手笔 那么他们两个呢 有对应的否定形式 だけだ 我们对应 だけではない 这个很明显是 不仅仅 对啊 不仅仅 だけですむ 对应 だけで済まない 那这个就稍微有所不同了 上述的 だけではない 是不仅仅 是怎么怎么样 だけで済まない 它表达的是 靠前向 仅仅的量 直译 是解决不了的 那也就我们说的 仅什么什么 是不够的 再回头来看这个 仅靠前向 就搞定 仅什么什么 是不够的 多用在这样的意义上 当然 だけですむ だけだ 也可以单纯的说 影响不大 意义不深的 我们来看例子 深い意味はありません 気になったので 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ただけです だけだ 我没什么 更深的意思 因为我有点在意 所以我仅仅是 问一下而已 我就那么一问 就是我们这么表达 我就那么一问 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意思 だけです だけだ 说明前向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们再看 交通事故にあったが 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ていたので 骨折だけですんだ 这里就要灵活翻译了 如果非得记住说 仅仅骨折了就搞定了 那好像有点说不通 是不是 这里跟だけだ だけです的意思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严重的 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只是骨折了而已 我遭遇了交通事故 但好在 因为我系了安全带 所以仅仅是骨折了而已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看几个 否定的例子 彼は怪我人を助けただけではない 故障した機械を修理して 被害の拡大を防いだ 这里是不仅仅了 是吧 程度有地近 那就说 他不仅仅救助了伤人 受伤的人 负伤的人 而且他还怎么样呢 修理了出了故障的机器 防止了灾害的扩大 不仅仅是前面那些 还有后下 だけではない 你再看 那だけでは済まない 的意思就稍有不同了 你看 そのことは警察に報告したら 注意されるだけでは済まない 在这里有强调的意思 有点像威胁警告的意思 是吧 说那件事 如果我告诉警察的话 那么就不仅仅是警告你一下 你就不仅仅是被警告了 或者是单纯的警告一下 是不能完事的 解决不了的 有这层含义在里面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だけではない和だけでは済まない 有稍微的不同 然后だけだ和だけですむ 有共同的意思 也有稍微不同的意思 だけですむ可以表示 仅仅靠前面这一点点就搞定 好 那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些所有だけ的活用 我们刚才总结的 有だけで 有だけの 还有单独的だけ 还有だけだ だけで済む だけではない だけでは済まない 我们把它综合到一起 做做练习 首先呢 大家试着翻译这个句子 看一下是谁 是哪一种活用 哪一种意思 水に溶かすだけで 美味しいジュースが作れます 这应该是属于第一种だけで的 对吧 仅凭前向 简单的 少量的 事情 就足以 实现 然后下 那么代理 这意思 怎么翻译呢 只要 在水中 溶解 是不是 只要使它 溶解在水中 就能做出 好喝的果汁 强调 步骤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 溶于水 就行 下一个 大家自己翻译 那个学生 已经具备 足以在国外 生活的 语言能力 那大家来想一想 应该用哪个呢 足以在国外 生活的 语言能力 其实 重点在于 语言能力 这修饰后面的名词 修饰名词 应该用 而且前面是 足以 满足前向的 后向的量 这应该属于 だけの 的用法 对不对 那能够在国外 生活 外国で 暮らせる 外国で暮らせる だけの 我们刚才 判断的时候 需要用 だけの 那 だけの 什么呢 语言能力 言語能力 言語能力 他已经具备了 这想怎么说 あの学生には もう 外国で 暮らせる だけの 言語能力 が あります 简单的是 には あります 就行 大家是这样想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标准的答案 その 学生には 外国で 暮らせる だけの 語学力 一样的 言語能力 語学力 が ある 那个学生 已经具备了 足以在国外生活的 语言能力 通过中文的意思 判断需要 活用哪一种 だけ 这里明显的是在 强调后面的 语言能力 所以我们选择 用 だけの 好 好 嘿 听出来了 も 大したけが ではありません 并没有 什么大不了 的 伤 并不是 什么 大不了 的 伤 仅仅是 切了一下 手指而已 だけだ 作为 拮据的时候 是前向的 影响不大 意义不深的 意思 好 那么 以上呢 全部是 だけ的 活用的 用法 基本上 已经给大家 总结完全了 自己一定要 把它记熟 那么 这一集的 重点呢 就是掌握 だけ的 活用 好 那么 这一讲 就在这 これで終わります 没 bell follower 词 会 会 还有 渡 销 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